中国最贵的火车票6000元一张,却依然一票难求,它就是电影哟妈当中的列车原型K3国际列车,从北京到莫斯科,如果你感觉6000块很贵怎么办,今天大表哥教你们只花1500块就能从北京到莫斯科。 第一站从北京坐K3到二连浩特下车,历时8小时花费140亿元,第二站从二连国际汽车站花40块,坐到蒙古边境城市扎门乌德,第三站当天便可以在扎门乌德买到去首都乌兰巴托的火车票,票价100块,睡觉便能到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可以住两晚休整一下,去承洁斯汉广场和甘丹寺,体会蒙古国的风光。 第四站从乌兰巴托坐火车去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320块,历时一天一夜,这一段也是整个途中最美的一部分,列车先经过蒙古大草原,再经过贝加尔湖畔,到了之后可别忘了去贝加尔湖畔上的奥尔红岛,晚两天。 最后一步从伊尔库斯克花上900块,历时三天半,穿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最后到达莫斯科。 如果是坐K3直达莫斯科,六天六夜是不能下车不能洗澡的,分断购票的好处就是不仅剩钱,而且能把省的钱花在乌兰巴托和贝加尔湖。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提前办理好蒙古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签证。 我是俄国大表哥,关注我带你了解不一样战斗民族俄罗斯。